我是110學測的,學測是考57級,後來我印接就只考上海大藝術這樣 我是111只考上的,然後我學測53級 我是110學測,我當時考54級,然後只考上海大電機 那我也是110學測,然後我的4級,然後只考印接上海大藝術 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是不要讓手機讓你分心 那如果覺得一開始把手機直接禁掉太不舒服的話 我非常建議從三攝錄軟體開始,因為這其實沒有很困難 就把攝錄軟體刪掉之後,其實會發現沒什麼誘因把它載回來 然後就可以剩很多時間也問很多心態 因為畢竟準備的時候一定會看到別人去面試啊 然後就拍個那個IG之類的,會非常影響心情 所以就是把攝錄軟體刪掉是非常有用的方法 我當時是蠻喜歡玩灌籃高手,我把灌籃高手刪掉 整個就是心無旁無就是專心讀書 然後手機到最後一兩個月,我也是把它放在櫃子裡面 然後一個禮拜就把它打開來一次 所以手機是很容易讓人分心,讀書讀得很沉悶 就是去做一些運動或是聽音樂這種休息放鬆 不要去滑手機,因為你一滑你就會開始每一個小時都滑 這樣子你很能長時間讀書 我覺得就是如果找到跟你一起考分課生意的同學是最好的 就當時因為像我們班都還蠻多人都要準備直考 所以就是你不會有一種孤軍奔戰的感覺 就是你有找到一群人就是 一群戰友 就是一起準備這一場考試 你不會覺得,喔什麼學測忍斷 你還要想到就是你還有身邊一群人也一起在準備 因為我們兩個同班,所以我們算是一個一起準備太大的戰 心態上面的話,基本上就是 因為你既然都已經很下定決心要準備直考 你也不用再去管什麼有的沒的 那如果你還是被關心的話 這代表你的意志不夠堅定 準備直考前是我整個學習設施裡面 最自律最專注的時候 就是我可以每天早上8點去竹竹館排隊 然後到晚上就有點回家 剩下的時間就是我可能就是 可能做做運動 然後聽個podcast 看一些心靈雞湯的youtube影片之類的 想進來可以讓你自己心態 不要這麼慌 然後可以更專注 然後不要太壓抑 讓自己放鬆一點 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英傑高三生的話 我覺得在五月底之前 就是把第一遍都看完 是應該還不錯的選擇 就是如果你高三下還沒有上放 就五月底看完 然後六月就來協力節 然後最後一個月可能可以先磨考 他媽還在看youtube啊 大幹把IG刪掉啊 但是你還是可以追蹤一下好華語 Sleepery Jam的IG帳號還有youtube頻道 我會繼續更新一些 關於各個科系的內容 不管是分科還是學生 你都要讀大學嘛 所以你還是可以看一些我們的內分享 好就這樣 發青